名人床头书 阅读是改变生命的力量 忙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活下去 像亚轩说的 但是在活下去的 就是 在某一个时刻里边 我们可能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了 我们会去看医生 可是我们心里不舒服了怎么办 当然你说还有心理医生 但是我觉得不是 那个生命本身有一个 想要表达自己的欲望 那么表达自己的时候 是想办法写出来 比如在日记本上 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写的 对你来讲 到底是无病呻吟呢 还是说你是那个唯一的人呢 所以阅读本身是告诉你听 你不是那个唯一的人 所以阅读在里面 我是觉得阅读本身是让我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的 或者是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人跟我不一样 所以人其实活着 除了活着以外 还要找一个自己的位置 那阅读呢 是让你在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同时 发现别人的位置 然后你也觉得在某一个时刻里 他是必须要站在那里 做任何种的表达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刻里面 你的表达也是必须的 所以阅读 让我们能够多了解自己 对自己有一点信心 把这些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